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 這個325他的邏輯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希望把B欄的資料 他的這部分資料 放在這裡 這部分資料 放在這裡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也是有 這個規則性的1234 1234 1234 剛剛好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快速的把它完成 當然不是叫你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的話 你永遠做不完事情 所以為什麼有的人做到下班事情都還做不完 因為他不會用方法 但如果你會的話呢 當然這個其實蠻快的 尤其像VBA啦 你如果寫好一個 VBA enter一下 按一下他就馬上怎麼樣 全部ok了 那這個更適合就是資料量越大的時候 那越顯著 所以 未來你們將來畢業之後在職場上 如果你希望你想 要用那個塗法鏈鋼的方法 能夠得到一份好 薪水高的工作 我想應該是不可能的 人家現在需要的 就是能夠越快越有效率的 幫公司把很多的事情快速完成 ok 那當然 一樣嘛 如果你在很短的時間可以把事情解決掉的話 跟塗法鏈鋼 人家當然會希望能夠快速解決問題的人嘛 而且你請 老闆可能請你一個會的 比請10個不會的 可能他會覺得更值得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會的話 他的效率 恐怕 會比那個10個不會的 來的快太多了 所以現在職場上 缺的並不是說缺缺人 缺 會坐在那邊的人 而是缺會的人 會的人是什麼 就是真的會能夠 幫公司能夠快速解決問題的那些人 這些人在哪裡 其實很多那個公司 很多的公司業主 老闆 或主管 問我的老師 有沒有類似的人 可以推薦一下 我們希望 找的是真的會的人 因為面試的時候大部分呢 來面試人都說他會 結果呢 一開始做之後發現什麼都不會 他還要再教他 就很麻煩 這個地方的話 盡量 要學的事情 要學的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你們到畢業 之前 真的有電腦課的 恐怕也不多 那你在職場上面呢 要用到電腦的機會 非常非常大 現在哪個地方不用電腦 而且現在很多地方 甚至不只用電腦 還有可能用一些其他的裝置 像手機 一定會有App 平板 也要需要App 或者是說呢 現在還會跟什麼結合呢 跟家電結合 跟任何裝置 只要有電的地方 都會有個電腦存在 所以像現在機器人 其實機器人概念很簡單 就是把什麼 把電腦縮得非常非常小 放在一個 一個機械裝置上面 讓他可以具備有學習的功能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AI 也就是讓 那個機器人 他可以知道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 另外 剛開始他很多東西不會 你可以訓練他 所以呢 AI的話有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可備訓練 那可備訓練 也許他剛開始不會很聰明 像一個小孩一樣 但是他慢慢慢慢會長大 會越來越聰明 所以喔 現在機器人 或者一些誠實 你可以訓練他 讓他 變得有智慧 那就是所謂的AI了 簡單講起來 他慢慢的話 很多東西呢 你可以反而教那個機器人 比教人更好 人到時候 他會了之後 他可能會離職了 會換到別的地方 但是機器人 你把它訓練好 他就是你的 他應該也離不開你的 OK 所以現在 這個很多的產業 都往這方面去發展 所以 什麼叫AI 我想我們一直也在談 當然我也希望說各位 可以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未來的話 其實甚至呢 你也可以做一些AI 跟文學性有關啦 當然 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讓那個AI機器人 談吐更優雅一些些 有沒有 更有人文素養啦 不過這個當然 就是一個 錦上添花的事情 至少你要讓機器人可以做一些 這個 工作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的工作 可能慢慢會被取代掉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事情 重複 土法鏈套的事情 人並不專長 電腦反而更專長 為什麼他不會累呀 而且 電腦或機器 他有個特性 就是他可以24小時 完全 不需要停下來 連關燈他也不需要嘛 你反正機器人一直做一直做吧 24小時可以一直不斷 不間斷的 第二個呢 他不需要週休 也就是他不用放假 那相對的 比起來人 人實在太麻煩了 一下子又可能又要下班 一下又要放假 那一下又有什麼狀況 又可能會離職 然後 所以 現在慢慢AI發展 出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只要是重複性 去 做的那些數目性工作 慢慢會消失 所以 請各位要慢慢要了解一下 你們將來畢業會遇到這個問題 數目性工作會越來越少 比如說像 中語系畢業生很多 都會到像那個 像7 便利商店 慢慢那個便利商店 你會發現他慢慢 不是不見 而是便利商店還在 只是裡面的電源 可能會慢慢會變成一些 就是 電腦化服務 自動化AI的服務 也就是慢慢你會發現 人會越越少 取而代之的話 通常都是一些 像機器啦 或者是 這個 用電腦 跟你做服務 付贈的話 其實 以後也不用 我發現以後刷一下就好了 可能手 你根本連刷都不用 他只要辨識出 你是誰 將來扣你的款項就好了 這件事情我發現最近在那個 台北的街頭 像我去 昨天晚上也是去上課 開車 進停車場 只要辨識 他有個車牌辨識 辨識我的車牌 他就讓我進去了 出來的時候再辨識我的車牌 我就出來了 那怎麼扣錢呢 因為我已經設定好了 如果是我的車 車牌 然後自動扣我信用卡裡面的款項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就已經完成結帳的動作了 以前的話可能不一樣 以前的話可能你就進去的時候還要拿個號碼 還要拿個牌子 或拿個卡 出去的話要結帳 這些事情全部都不用 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呢 假設 類似的應用用在 購買東西的時候便利商店也是一樣吧 反正我進去的時候我確定是我 然後呢我拿東西之後的話呢 我再結個帳 其實根本也不需要有人服務我啊 反正你每次都要拿到櫃檯 他其實就幫你刷條碼 你刷條碼我自己來刷不就好了 對不對 甚至也不用QR Code少一下 所以未來的話 會相對的 需要的這方面人才 設計人才可能會多過於 實際上在前線的人員 所以這一點的話可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下個 我們這一題的話待會再來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 325這一題的話 就 先試著做做看吧 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不要吐髮煉鋼 好嗎